哈喽大家好,我是尾红 今天就要跟你们来聊一下 在我还没有结婚当爸爸之前 就一直听到人家讲 明冠水少八十八秒的照顾一个小孩子 那时听了 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然后到我结婚了,孩子出世了 我才知道什么叫明冠水少 在我儿子还在baby的时候 就还没有到一岁的时候啊 那时他半夜一直都要醒来 每一天都会醒几次了 五至八次不等 可能要吃奶啦,小便了啦,大便了啦等等的 那么这一点我就非常的幸运啦 一都没有叫过我起身 都是他自己处理好了这些 不然一直叫我起身的话 隔天我就没有精神去上班 所以经过了这些 我才了解什么叫明冠水少 你真的没有一个好叫可以睡了 像我的儿子现在已经四岁了 这四年里面 已经没有试过一觉到天亮 真的是没有 我儿子每次半夜都会醒来的 加上这点到现在我也是帮不到什么忙 因为我一睡下去就好像猪这样 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我就是这样的没有办法 哈哈哈 OK,到了第二个 拔席拔扭 这个我就非常能体会了哦 我要帮他闷席的叻 baby的时候 那个嗯嗯啊 还算好一点 就没有这样抽啦 到了开始吃饭啊 吃粉啊 吃肉类的东西啊 哇 抽到 比我还要抽哦 当他嗯嗯了的时候哦 就要去抹咯 OK 抹了不用紧 因为一般都是带在淡桶那边的嘛 知道淡桶是什么吗 淡桶就是 这种啦 OK 那个嗯嗯啊 就黏在淡桶那边咯 哦 这样倒去马桶的时候 很难倒的嘛 如果里面刚好有尿的话 我就这样 摇咯 摇给他不要黏在那边咯 呃 或者我就加水进去 这样咬啦 所以说 真的是拔石拔扭的 不要以为小孩就没有这样恶心啊 哇老耶 臭死你啊 你以为小孩的真的不臭啊 不过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啦 把它照顾好 除了敏框水色还有拔石拔扭之外 还有非常多的状况啦 只是敏框水色还有拔石拔扭 这个真的对我影响很大 这个真的能给我深深的体会到做父母的辛苦 所以说要听父母的话 对父母好一点啊 你知不知道他很辛苦的啊 不要爸爸妈妈讲你两句 就让人们发脾气 嘿呀 我生气 我老耶 其实父母讲你 骂你都是为你好嘛 你试试想一下 如果你不是他的儿子或者女儿 他懒得踩你啦 怪我没洗啊 你怎么没有工呢 所以说 想想看 哎呀好像讲到有点严肃听 其实我真正想分享的都是 拔石拔扭那个情况罢了 OK 不管你们听不听都明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还有分享 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然后也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也去我的FB还有IG看看啦 在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 拜拜 真的是很臭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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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